欢迎来到乳腺医学课 上一讲,咱们说了早期乳腺癌的术后康复 这一讲,咱们来说一说晚期乳腺癌相关话题 应该怎么看待晚期乳腺癌,以及晚期乳腺癌的治疗原则 这是一个沉重而又不容易躲得过去的话题 因为一方面,即使是早期乳腺癌术后康复的患者 也还是会有一部分最终出现复发转移,进入晚期的阶段 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在尽可能地大力推广女性乳腺癌的筛查工作 但是我还是会不时地遇到初次就诊,就被诊断为晚期乳腺癌的病人 很多人一听到晚期,往往会产生这样两种想法 一种是以为乳腺癌到了晚期就治不了了 或者彻底放弃,或者远离医院去寻找所谓偏方 还有一种,就是认为时间就是生命 治疗一定得争分夺秒,越快越好 那我告诉你,对于晚期乳腺癌来讲 这两种想法都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怎么看待晚期乳腺癌的问题 前面咱们讲过 晚期乳腺癌的治疗策略和早期乳腺癌完全不一样 不再是一次集中所有兵力进行的殲灭战 而变成了一种基本上以药物为主体进行的单兵种的持久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据目前医学界的共识 晚期乳腺癌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 无法治愈是说它到了这个阶段 想要恢复过去的那种无癌的状态已经没有可能了 而慢性就是咱们以前讲过的 比其他很多癌症有更长的生存期 有些患者会非常纠结不可治愈这个词 认为不可治愈就是无药可救了 其实不是 大家想一想 很多咱们熟知的慢性病 比如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 不也都是不可治愈吗? 不也都是需要通过适度治疗 去控制疾病的进展速度 改善患者的生存状况 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吗? 作为在临床上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医生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晚期乳腺癌不是不治之症 不仅可以治疗,应该治疗,而且值得治疗 以前咱们说过 经过适度治疗 晚期乳腺癌的中未生存是三年 五年生存率是20% 那就生存期而言 跟一些中未生存只能按月计算的 癌种的晚期患者来比 乳腺癌就显得要仁慈许多了 而且晚期乳腺癌患者如果控制得好 还可以拥有比较高的生活质量 甚至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继继续去追寻自己的人生目标 比如我有一位患者 叫Jennifer 就是在晚期乳腺癌经过适度治疗 病情稳定之后 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 走上了之前一直心心念念的创业之路 现在她一边认真接受治疗 一边勤奋工作快乐生活 很多人都看不出她是一个癌症患者 更不用说是一个晚期的癌症患者了 根据目前医学界的共识 晚期乳腺癌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 所以晚期乳腺癌的治疗思路 更接近那些常见慢性病 治疗的目标不再是治愈 而是控制 与其说我们是在跟癌症硬碰硬的斗争 不如说是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跟它周旋 目标就是尽可能长久的 让患者好好活着 那端正了看待疾病的态度之后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 这场持久战是不是需要 争分夺秒的开始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 癌症都转移了 怎么争分夺秒的开始 治疗这么简单的事还成了问题了呢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这种问题也很常见 但是我要告诉你 越是在这种时候 越要有充分的冷静和耐心 就像在一场大的战役前 我们必须全面了解敌情 看清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兵力分布 装备特点等等之后 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去跟敌人周旋 消耗敌人的力量 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 以便更加持久地对峙下去 那在开始治疗前 那在开始治疗前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首先是对病造的冷静客观的分析 新出现的影像改变到底是不是恶性的 如果怀疑是恶性的 还要考虑是不是乳腺来源的 要知道就算是曾经有过乳腺癌病史 那在其他部位 比如说肺里发现新节节的时候 也不一定就是恶性的 而且就算这个新节节的影像学表现符合恶性的 也不一定就是乳腺转移来的 有可能是那个部位的原发恶性肿瘤 还有可能是之前没有发现的 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的肺转移等等等等 不同的判断会导向不同的进一步检查 最终导致完全不同的治疗设计 所以在开始治疗前必须要区分清楚 如果考虑是乳腺癌的转移 那么还要看清楚转移造都出现在哪 只有摸清了全面情况 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否则就有可能忙中出错 我接诊过一位外院过来的晚期乳腺癌的病人 他是在进行常规定期复查的时候 发现胸腔里贴近胸臂的地方 有一个新出现的单发小节节 当地医院的影像报告结论是乳腺癌肺转移 看了这张报告 病人和家人都非常着急 要求立刻进行手术 而当地医院的医生也疾病人之所及 迅速安排了开胸手术 结果术后病理显示 发生转移的部位是胸膜而不是肺 什么意思呢 乳腺癌单发的肺转移和胸膜转移 它的治疗策略是不一样的 单发肺转移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选择手术 但如果是胸膜转移通常就不考虑手术了 这个问题如果在术前做过CT引导下的穿刺活检 就可以解决了 估计医生在手术台上也已经通过肉眼就判断出了 这位患者的转移部位是胸膜而不是肺 所以在手术当中给了强力的化疗药进行胸腔灌洗 应该是希望能够阻止病变的进展 但遗憾的是 这次手术不仅没能去除病变 反而使得患者身心俱疲 一个原来没有任何症状的病人 因为手术的创伤 因为药物的毒副反应而痛苦不堪 迅速出现很多部位的广泛转移 不久就非常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如果之前进行了全面冷静的分析 也许这类遗憾能够少一些再少一些 接下来咱们讨论一下如何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 目前晚期主下癌通行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药物治疗 很多人一说到癌症的药物治疗 就觉得必须用最贵最猛最新的药效果才会好 其实不一定 有一句老话叫试药三分毒 如果说普通药物是三分毒性的话 那抗肿瘤药物通常的毒性就是六七分 甚至是八九分 结合刚刚讲过的病例 你应该能够理解 这个阶段患者的安全和生活质量 是应该始终摆在第一位的 这样一来 毒副作用大的猛药就未必是合适的选择 实际上 医护人员最煞费苦心的 不是要找到那个药效最强劲的药 而是要在药物的毒副反应 疗效和费用之间去寻找平衡 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选择合适的药物 并且要拿捏好合适的剂量 尽量做到既能让药物发挥有效的作用 又能把毒副作用控制在患者可以耐受的程度 而且除了安全性和疗效之外 还必须考虑患者家庭对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 一句话 低毒 有效 可持续 是这个阶段抗肿瘤治疗的重要原则 晚期乳腺癌合适的治疗方法 是只要取得了效果 就耐心地持续治疗 直到病情进展才考虑换药 借用中医的话 就叫效不更方 那么患者跟晚期乳腺癌周旋的越久 就越有可能等到下一个新药的出现 最后 要取得这场持久战的胜利 还要信任自己选择的盟友 医生 据我观察 每位刚刚确诊的晚期乳腺癌患者 都会经历一个焦虑不安 东奔西走 想要货比三家的阶段 这里我想告诉你 我不仅是肿瘤科医生 我也是癌症患者家属 所以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挑选盟友当然应该谨慎 所以这个阶段可以有 但是如果一直处在这个 犹豫不定的阶段 势必会严重影响后续的治疗效果 我曾经接过一个咨询电话 这位患者在得知乳腺癌转移之后 就开始辗转北上广各大医院进行求医 他对曾经接诊过他的医院和医生都不满意 理由是医生不耐心 治疗没效果等等 通过咨询我知道 他一直坚持把肿瘤标志物 作为衡量治疗效果的指标 只要这次在B医院的化验值 比上一次在A医院的高那么一点点 他就会去往C医院 要求医生给他更换治疗药物 我跟他解释说 肿瘤标志物并不是临床上 衡量抗肿瘤治疗效果的常用指标 还是要看影像检查的结果的对比 可惜的是因为咨询时间有限 我感觉他没有听进去 对于这类患者 接诊医生当然能瞄懂 他是那种对谁都不信任的人 自然也就缺乏耐心解释的意愿 只要不违反原则 你要求换药就换药呗 这种相互不信任的状况 对他的病情控制肯定是不利的 我常常跟患者说 选择自己信任的医院和医生 并且信任自己选择的医院和医生 即使在发达国家 初诊时就被诊断为晚期乳腺癌的患者 也能占到新发病例的6% 以2015年为例 我国新发乳腺癌患者有30.4万人 假如按照这个6%的比例算 就大约有1.8万人 初次就诊的时候就是晚期乳腺癌 更何况在所有术后乳腺癌患者中 最终会有50%左右的患者出现腐发转移 所以借得到的平台 把我的临床经验和思考告诉你 并希望通过你 传递给更多关心女性健康 特别是关注乳腺癌患者生存状况的朋友 下一讲咱们就来介绍一下乳腺医学的前沿消息 说一说那些新疗法都是怎么回事 都有哪些利弊 咱们下一讲见 欢迎来到乳腺医学课 这是咱们课程的最后一讲了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 你一定常常会听到医学领域各种各样的新消息 不过在兴奋之余你有没有想过 新消息那么多究竟哪些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 直接面对患者的临床医生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这一讲我就选了几个我作为医生最关注的话题 来跟你聊一聊 乳腺医学面临哪些问题 我们手中有了哪些解法 未来又将向何处去 说起医学前言 你可能会马上想到各种新药新技术 但是我特别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是乳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 和其他癌症相比 乳腺癌对女性的精神打击特别严重 尤其是当患者为了治疗乳腺癌 而不得不切除乳房的时候 那种痛苦更是不言而喻 我们讲过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因为乳腺癌要接受乳房切除手术 而在手术前夜对着镜子痛哭的故事 我们甚至还见过 有的患者为了不失去乳房 而做出了放弃规范治疗的错误选择 最终导致病情进展到无法收拾的壁子 这背后的隐情其实就是乳房在女性心目中不同于一般器官的那份重要意义 乳腺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对可以做保留乳房手术的患者尽量保留乳房 如果确实需要切除 也可以通过乳房成型手术来修复外观 那么做到这里就够了吗 乳房成型手术当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也理解和尊重选择这种手术的患者 但是在我这个主要治疗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医生看来 成型手术只是权宜之极 我们还需要更好的办法 为什么呢 首先假如发生了复发 无论乳房填充的是外来物还是自体组织 都会成为及时发现复发的障碍 也会增加后续抗肿瘤治疗的难度 另外呢 如果是使用自己的背部或者是腹部肌肉来做填充物 那么手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胸部曲线的外观 但是腹部或背部的肌肉缺损和伤痕 其实也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新的伤害 在我看来 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导致两面墙都不完整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能听说过 科学家利用干细胞 已经在小鼠的背上培育出了人类的耳朵 计划有一天给因为各种原因失去耳朵的患者使用 那这里我们不妨开个脑洞 设想将来有一天 这种技术可以发展到能够利用干细胞 帮助失去乳房的患者 在原位培育出有触觉有功能的真的乳房 这样既还他们女人的自信 也还他们真正的健康和功能 另外一个和患者心理相关的问题是 治病和救人是什么关系 在我看来 治病和救人是相互分离两个层面的事情 治病呢 是用技术方法来治疗身体上的疾病 而救人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救命 俗话说 治得了病救不了命 所以 救人更多的含义 应该是指医生帮助患者解开他们心结这件事 我的观察是 心态平和的患者 常常也是疗效比较好的患者 但是 这恰恰又是难度相当大的一项工作 不仅需要肿瘤科医生具有很全面的修养 而且 还需要与心理科医生的深度合作 我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是乳腺癌的药物治疗能不能取得新的突破 这几年 这个领域传来不少好消息 这里主要说两个 正在听课的同学 如果你觉得不过瘾 我这里还有套3980的进阶版课程 联系微信客服1225791460 免费领取 一个是NH2的温室 这是一款用于治疗H2阳性晚期主向癌的新药 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上市 它的突破点在哪呢 它是把一种导弹 靶向药物 和一种炮弹 化疗药 通过新技术绑定在一起 从而在对肿瘤组织打击更精确的同时 对非肿瘤组织损伤更小 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惊喜 但是作为肿瘤科医生 我需要想得更具体一些 要知道 NH2绑定的靶向药和化疗药 种类和剂量都是已经确定的 但是临床上遇到的问题 可都是不确定的 比如患者可能因为某种疾病 不适合使用NH2里绑定的那些药物 或者不适合里面已经绑定的剂量 另外 现在可选择的疗效更好 毒副作用更低的靶向药不断涌现 那么还要不要固守这里绑定的靶向药 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今后 如果能发展到像现在临时配置输液一样 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来随意组合需要绑定的药物品种 并因人而异的调整药物剂量 那将会是一个更加灵活 更加符合临床需求的治疗模式 另外一个现在很热门的研究领域 就是Karty疗法 Karty疗法是一类抗肿瘤治疗方法的总称 而不是某种特定的药物 简单来说 就是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 找到这个患者癌细胞上 阻碍抗肿瘤药物进入的那把锁 然后配好能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第二步 提取这个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 在体外环境中 把这把钥匙交给他们 第三步 把拿到钥匙的自体免疫细胞 再输回患者体内 最典型的病例 就是第一位接受Karty疗法的 美国女孩Emily 梁桂白老师 在新药研发课程当中 有一段关于Emily的描述 是这样写的 在儿科重症监护病房里 昏迷了14天之后的Emily 渐渐苏醒过来 她体内的癌细胞不见了 生命的光泽 又回到了她原本苍白的脸颊上 我相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 无不为之惊叹 Emily治疗成功的关键 是锁和钥匙都已经研究清楚了 所以疗效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对于不同的病人 想要找到癌细胞上的锁 并且配出钥匙 这个工作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另外 你可能也注意到 Emily昏迷了14天之久 她为什么会昏迷了这么久呢 主要原因是治疗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 在经历了2020年 这个全球疫情肆虐的年份之后 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说 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死亡原因之一 是因为细胞因子风暴过于猛烈 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Emily的幸运在于 她的医生控制住了她体内的细胞因子风暴 治疗才得以获得如此神奇的效果 可是要控制细胞因子风暴 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所以目前在我国的公立医院 使用Karty治疗的案例 还是寥寥无几的 说完了热闹的新药新技术 作为临床医生 我还想念叨一句 新的药物和疗法 在意味着更先进的同时 其实可能也意味着更多不确定的毒副反应 尤其是远期的毒副反应 而临床上一些酒精考验的老药 也可能是更适合患者的药物 给大家讲一个病例 我曾经有一位乳腺癌复发转移的患者 在来我们医院之前 已经在外院把药房里所有比较贵的内分泌治疗都用过了 我在认真为他检查了全身情况以后 开出了他莫西芬的厨房 这个药当时的药价应该是每月27块钱人民币 结果患者的病情再次得到了缓解 后来患者的女儿曾经对我说 我当初跟我妈嘀咕过 这么便宜的药能治病吗 我妈说 魏主人说得挺靠谱的 咱就试一试吧 所以听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 假如真的涉及用药选择 你还是得听了解你情况的临床医生的 说完了治疗 我关心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乳腺癌的病因 防患于未然呢 前面我们交代过 乳腺癌的病因目前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 但是和解决其他问题一样 只有研究清楚了原因 我们才有希望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那就目前来看 说病因落在基因上 应该是不会错的 你可能听说过 有一种叫B2CA1基因的突变 是跟乳腺癌有关的 但是B2CA1基因突变 目前还不能完全解释乳腺癌的病因 首先 B2CA1基因突变导致的乳腺癌的比例很低 不到10% 其次 B2CA1基因突变 在乳腺癌中的占比 有人种之间的差异 就是说 亚洲人的比例是比欧美白种人要低的 最后 B2CA1基因突变发生的位置 或者方式如果不一样 导致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所以 不是说 只要发现有B2CA1基因突变 就注定会得乳腺癌 也不是没有这种基因突变 就一定不会得乳腺癌 就肿瘤而言 每个人的基因里 都已经预设了两种相互制约的对抗力量 癌基因和抑癌基因 所谓致癌性的基因突变 就是癌基因和抑癌基因 这两种互相制约力量的失衡 或者是癌基因被激活 或者是抑癌基因被灭活 这种失衡是怎么发生的呢 学界有一个推论 说这种失衡 是因为人在躯体上 心理上遭受了反复打击而导致的 可是 究竟是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 因为哪一类打击 导致了哪一类基因 发生了哪一类变异 最终出现了哪一类癌症呢 这一连串的哪一类 至今都还是一团 没有头绪的乱麻 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 可能是在B2CA1-2基因变异的 研究基础上 发现更多不同的乳腺癌人群的 基因变异 并且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假如这项工作取得了突破 也许有一天 我们只需要一滴血 就能检查出人体内 可能导致癌细胞的各种基因 有没有发生突变 并且进行有地方使的干预 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好 到这里 我们这门乳腺医学课就结束了 我希望你学到了新知识 更希望你收获了我想传递的理念 也就是重视乳腺健康 我希望你收获了 我们下期再见